這個立場是什麽 去到近日 朱凱迪參加這個鄉代表選舉的時候 亦都是被蝕奪這個議席 雖然林鄭說 沒有意去蝕奪現在這個朱凱迪的議席 但是亦都可以預示 之後的一次的立法會選舉 朱凱迪可能亦都沒有辦法參選 就是你會見到 在選舉上 我們的香港人 我們的被選權是被剝奪 是被政治審查 一些中共不願意聽到的一些政治的立場 它就不會讓你去出選 這些紅線不停地去亂畫 在我們的法庭上面 在我們的民間裏面 我們會見到九指已經在上案件 之前還有十三加三東北案件 有很多的政治打壓接種而來 政府對於我們民間示威的一些人士 他們不會看我們是為我們的香港去發聲 為我們的公道而站出來 而是不斷用他們的這個檢控的權力 去把我們的人去一個一個又檢控 然後判入獄 也都會令到一些人因為被告完之後 就喪失了這個參選的資格 這個法律程序在法庭仍然是公正 我們相信 但是在法庭之前 我們政府的檢控是否公道 我們看到梁振英的事件 律政司說不告就不告 我們拒共出來的理由就是說 沒有證據看到他們是不認同梁振英的這個決定 這樣的人都可以說是過關 和以往的做法是完全不同 沒有一些的獨立的代表去說 為甚麼不告的理據 出來的一個聲明就只是說他的決定 而不解釋為甚麼他有這個決定 令到我們會發覺 原來我們的香港所謂的 是依法辦事 其實是不依法去不告人 就不停地去找一些法律的漏洞去告 一些他想告的人 最荒謬的就是 你會看到林卓廷 我們再找兆堅 一條保護我們議員 去議事 去監察政府的一個條例 竟然是拿來告議員 說議員阻止保安的工作 這個是荒謬 我們會見到 我們的政府拿著的檢控權 就是去保障他們自己的人 但是去打壓反對的聲音 去到我們的議會 我們現在更加感到無力 就是我們在上一次的補選裏面 我們現在的議會 已經沒有了最終的否決權 未來政府要推這個 東大嶼的填海計劃 將九千多億的萬億 倒入鹹水海 我們的議會就只能夠 去指出政府的不是 不能夠用我們的立法會 去否決我們政府的事情 縱然現在建制派說 因為中美貿易戰正在打 不想挑動外國的神經 暫時不會趕著23條 但是現在我們的立法會裏面 建制派說要過什麼就過什麼的情況下 只要中美貿易戰的這個溫度 是降低的時候 政府就會重提23條的立法 我們的議會是否能夠守住 令到我們覺得非常之擔心 這個自由黨是否還會倒戈 令到我們的香港可以不再有這個23條 的魔爪籠罩住 我們是非常之詮異 我們在發生一年來 在裡面發生這些事情 都令到我們的香港人感到憂心 感到絕望 大文鎮很想在這裡告訴大家 香港最重要的力量不在於議會 不在於法庭 不在於我們的政府 一直以來香港最重要的力量 都是在我們的民間社會裡面 在過去23條03年的時候 我們市民出來 就是守住了我們這個23條的立法 令到自由黨轉態 去到今天我們的佔領運動 雖然你說沒有成功度 但是起碼我們沒有通過這個退步的方案 我們今時今日雖然沒辦法有普選 但是不會讓他這樣去落閘 我們仍然可以戰鬥下去 希望一直都在民間社會裡面 我們的香港並未完蛋 終然我們在這個補選裡面 市民會覺得投票的意欲不是很高 但是當我們今天出現了一個這樣的結果的時候 這個是我們全香港所有人 我們五個選區每一個人 我們都要共同面對的現實 我們未來這兩年 就要告訴政府 我們不會令到我們的香港完蛋 因為希望仍然在民間社會裡面 我們希望市民可以在1月1號出來和我們遊行 兩點鐘集合 三點鐘出發 好 接著有民間的副照租人陳浩煥 好 大家好 我是民間權陣線的副照租人陳浩煥 這次的遊行將會由東角度起步 遊行到我們現在的政府總部東疫前地 即是我們去公民廣場 而終點我們是不會安排發言的 最後呢 我們會是留稅式地做解散的集合 最後呢 我們希望呢 入到公民廣場 原因是因為呢 其實我們在這幾天前呢 其實我們很早之前已經找了林鄭月娥和行政處 跟她說要求她去見面的 但是呢 一直以來她都沒有回覆 到今天 林鄭月娥和行政處就覆了一封信 就是呢 不會見我們了 那麼我們認為呢 我們都不需要去理她 究竟 給不給港獨人士進入啊 究竟那些標語牌是怎樣啊 那所以呢 我們呢 是會 當日呢 是會入到公民廣場的 那我們都呼籲呢 各位的朋友呢 亦都一起呢 是和我們進入去公民廣場的當日 那另外就是呢 那麼很多人就會問啊 究竟你的人數是多少啊 一直以來呢 我們向警方申請的人數呢 是一樣的 都是 即是都是二千人的 我們是沒有變道的 而我們不會就住這個人數限制了 叫大家只有二千人啊 或者什麼 其實 好像我們在一月 上一年 上一年的元旦遊行呢 其實 我們申請都是二千 但是最後是一萬人的 那所以我們希望呢 各位都可以出席 我們今次的元旦大遊行 而另外呢 就著行政署的決定呢 上次譬如說 不給港獨人士進入呢 我們今次也都會呼籲各位呢 即是萬一有什麼事 我們都會有 現場呢 會有民陣的朋友呢 會幫忙去協助的 而另外呢 就是 關於那個 這個 行政署最後會不會說不給啊 或者我們有沒有申請 向行政署申請入旨呢 我們呢 只是有跟行政署說的而已 我們是沒有入旨的 那這件事是 我們今次的安排來的 因為我們認為呢 公民港場呢 是屬於我們香港人的 而政府就著這宗案件的上訴呢 我們是 認為呢 是不合理的 因為法院呢 都作了一個很清晰的裁決 就在說 這個是違憲的 封閉這個公民港場 而另外呢 這個公民港場應該是屬於公眾的 我們搞集會和示威呢 是不應該 也都不需要呢 向行政署和政府去申請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說法 好 麻煩了 跟著呢 我們 補充呢 我們是 入信去通知他 我們會有遊行會使用公民廣場 但是我們不會填他那一份的表 接受他們這些的限制 因為公民廣場 所以大家 不會有發言的安排 但是我呼籲 即歡迎所有的民間的市民 團體呢 如果他們想在民陣那裏呢 去表達他的聲音呢 仍然是歡迎他使用民陣的音響 和那個的配置呢 去講他們的聲音的 好 跟著我們有請呢 參議人士發言 我們先請一下林卓廷議員 多謝各位 因為我要趕回政制事務委員會 做個動議 所以我才發現 香港現狀的狀況呢 大家見到 是非常之令人擔心的 我們無論在民主 自由 法治 廉潔等等的 香港核心價值的領域呢 都是不斷被蠶食 不斷是倒退的 我們見到 鄭若驊 律政司司長 不檢控梁振英的決定呢 是嚴重地損害到市民對香港的法治 和廉潔的信心 到今天為止 鄭若驊都仍然是歸宿 不出來公開交代 我們很擔心這次的案件呢 是和香港社會和國際社會 發佈一個非常之錯誤的訊息 就是只要好像梁振英那樣 在職前簽訂的協議 只要沒有任何工作服務提供過 就可以一路收據款 一路做它的公職 這是很令人害怕的事情來的 所以我們希望所有維護香港廉潔和法治的市民 一定要參與1月1日的元旦大遊行 我們是香港人 香港是我們家 我們絕對不可以讓我們的家 繼續沉淪下去 艱險我奮盡 困惑我多情 總之 我們一定要守住我們香港 守住我們的核心價值 多謝大家 多謝 香港眾志的 林浪然 其實很想大家一齊出來走這個元旦遊行 是為2019年開一個好頭 為什麼呢 因為2019年的年頭 已經是有兩件非常之關鍵 非常之重要的事 第一就是東大園田海的一個現界撥款 拿5億就在第一季尾或者第二季頭 就是上立法會拿這塊錢 這個是非常之關鍵 我們見到以往很多的大白象工程 規劃撥款 拿走第一筆呢 就是盧子景的深潭 繼續拿下去 政府就跟大家講 這個是研究來做著一些 砍探啊 給他們找一下可行性在哪裏 其實不是的 一做呢 隔幾年 攤冷了 又拿主體撥款 令到大家呢 那個 村民也好 市民也好 沒有了注役之後呢 其實呢 就是如取如攜 在立法會當是提款機 不斷去做這些利益輸送給發展商和地產商工程 這個是非常之關鍵 這次我們一定要聚集多些的民意 在2019年的一開始呢 就已經要告訴政府知道 我們是不接受這個東大嶼 明日大嶼填海計劃 去將我們的庫房吐空 上一次的遊行呢 其實我們見到 市民的意志是沒有消散到的 其實大家都是非常之關心 東大嶼這個運動的主角呢 在民間關心動物 關心土地 以至是關心 財政的一些專業人士 各界的市民 其實都是會走出來 希望大家都 再一次走出來 在元旦遊行這個機會呢 去發聲 第二件非常之重要的事 就是國歌法 國歌法將會 在第一季呢 又是拿草案上立法會 我們見到 其實國歌法呢 比國民教育更加不堪 是第一次 在一個法律裡面呢 去規限教育應該搞些什麼 而這個規限呢 不是香港政府自己說要做的 其實是透過人大放入附件三裡面 暗渡陳倉去控制香港的教育政策 這個是極之危險 如果將來有一條 叫做 習近平思想法 裡面有一個習近平思想教育 都可以用同一個方式 暗渡陳倉來到香港 這個是嚴重影響我們教育自主 和香港人的表達自由 希望呢大家 因為這兩件事 2019年頭非常之關鍵的事件呢 一起走出來 在元旦遊行發聲 好 政府透過司法打壓 去囚禁我們的年輕抗爭者 無論是對佔中九指進行起訴 還有對議會用特權法 告議員 DQ議員 都是希望香港人 耿聲 變得沉默 變得麻木 變得心灰 所以 所以我們更加需要 藉著每一次的政治動員 站出來 去證明 香港人 人心不死 我們 還是要 為香港的核心價值 為香港的 民主 自由 人權 法治 是要發聲 因為 當政治做不好 民生 也都是會殺到埋身 東大玉田海人工島 就是一個 活生生的名證 當政府是缺乏制衡 缺乏議會裏面的反對聲音 庫房就會大開鐘門 將我們辛辛苦苦 儲回來的儲備 倒入鹹水海 所以請香港人 1月1號 元旦大遊行 一起站出來 這個是特製的 因為 我覺得大家說的 大家說的都有百分之四百的道理 其實是太對的 但是 你想一下 我們有三個特首 董建華 的貪腐 獲得保護 我們是明白的 因為 他真的是陰點 由江澤民陰點 另一位 就叫做 鄭蔭權 鄭蔭權 現在在赤柱 快要吃飯了 為什麼他會 坐鑑 因為他是公私人 是不是不當罪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他當日 做過什麼 據說就是他 貪小便宜 第三任特首那個叫什麼 知不知道 他叫梁振英 梁振英 擺到明貪污 拍著 我也很想 他告我這個 誹謗 我等一下告我這個誹謗 在法庭跟他說 他 是四次沒有申報到 他的利益的 第一次 就是在做那個 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時候 同於之後簽了約 沒有申報 第二次 就是 競選到了 後任的時候 沒有申報 第三次 就是 做了特首 就是 這個 2012年7日 沒有申報 第四次 就是在 2012年的10月 明知道 錢果豐 是做了UGL的董事 就是他一個月了 再繼續委任 錢果豐做 港鐵主席三年 到2015年 他沒有申報 四次 有機會申報都不申報 梁錦松 只不過是 我申報一架車 已經要打柴了 而不告 梁錦松 是剛落市 找了一個 資深的大狀 說你告他都沒有用的了 因為他人家說 忘了 真是一次 他都成次了 那個 涉及虎王 是五千萬 拍著 我在等你告我 梁錦松 我現在就是告訴你 你是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 各位 如果一個特首 可以公然貪污 然後又有一個 自己都涉嫌 有機會是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的 之後就放了他 我們剛才說的 全部都是原蛋 香港人要走出來 我給一個理由 如果楊振英 這個壞人 可以鮮饒法外的 完全沒有天理 喏 我是同性的 真是沒解 爸爸媽媽搞出來 爸爸搞出來聲量 我記得我小時候讀書 就一個故事 我講完就算了 就是清朝有一位才子叫秦姦 就是秦姦 他就去西湖行 就見到那個秦檢的墳前 他就有些感觸 因為秦檢兩個跪在那個王墳那裡 他就這樣講 人從宋後 修名賢 我到墳前 愧勝秦 就是我叫做 人 那些人在宋朝之後 就不想叫做賢 因為是秦賢 我到墳前 愧勝秦 我姓秦 為何我要成秦呢 這個壞蛋 我改改他 人從山號 修名英 我到法庭 愧勝娘 因為我都被人告過 是不是不當罪的 是嗎 梁振英親自告我 我告不入 我就獲了王 大家姓梁 法官說我沒有 這個議員沒有 他說 我真是 再說一次 人從山後 修名英 因為梁振英是說要用 他有彈的 他贊成的 我到法庭愧勝娘 我到法庭受審的時候 覺得梁振英都不來陪我 各位 我得一千零一個理由 對我香港人 如果你覺得梁振英 是被 被漏網 被縱容是不對的 你們 在我網上講 是聽不到的 你們要的元旦出來 你要給一個壞蛋 我們 梁振英知道 不想法庭 都有個 良心法庭的 我們就是 在法庭被判有罪 在良心法庭被判無罪 他就是不用想法庭被判罪 在良心法庭 會被判罪是嗎 是 元帝日出來 我是長毛 一定要出來 不要在街上跟我說 沒有緣 出來 好 好 好 我想很多人現在都會覺得 你上街 都阻不了政府 繼續沉淪下去 的確是這樣 看上來現在這個政府 都是幾有決心 要繼續沉淪下去 我想我們上街 只要告訴政府 我們不會和這個政府 一起沉淪下去 其實最重要都是向自己交代 我想 佔中九指 很多人都跟我一路心情 至於我們一日還有自由的話 我們都會珍惜這個遊行的權利 最少這個就是向自己交代的一個機會 我講的是這麼多 幸好我姓葛 長毛 不用改成 大家都知道 其實由佔中到現在 情況是幾惡劣 佔中如果要還債 777林鄭一定要還 因為他詐嘉伊做這個組長 其實是 完全是不負責任 佔中有幾十萬人 接著DQ 六個議員 那裡已經有幾十萬票 之後DQ周庭 有幾萬想選他 DQ小麗有幾萬想選他 朱凱迪 鄉委會都不能做 他是票王有七萬幾票 那幾十萬人 那百幾萬人 如果今年 一月一號不出來的話 他是對不起自己的 因為現在DQ的不是議員 他是DQ香港人 他是DQ你選議員 DQ你爭取普選的權利 如果我們走出街 被人左摑右摑 你會不會笑笑就算 一定不會 所以一月一號 我不知道有什麼可以慶祝 但是一個地方 我們一定要去的 就是今年 華園兩點到時見 東國道到時見 那麗魚山運動之後 大家看到 由梁振英到現在的林鄭月娥政府 是不停不停 三番四次 用他們的行政手段 濫用司法 來鉗制立法 大家會說 立法會就是垃圾會 不用再來 不是的 我們有裏面的資源 我們仍然有一些權力在這裏 我們仍然要待市民發聲 也都會有人說 現在遊行疲累症 大佬天天遊行 那一月一號的遊行 是我們香港幾乎和七一一齊 是我們一個傳統的遊行來 我們希望香港人仍然心不死 香港人 心不死 香港人 打不死 香港人 心不死 香港人 打不死 人民力量 陳志全 大家可能會問 為何一月一號要出來遊行 面對這個問題 我是會調轉問的 有什麽理由大家不走出來呢 去比較香港的情況 2018比2017比2016 只有更差 沒有最差 只有更差 既然一年比一年差 我們應該 繼續去走出來 如果要理由的 簡單講兩個 一個是反明日大嶼 很快 明日大嶼的前期撥款會 上到來財會 陳健斌就講了 十個小時要收我們工的了 那各位反明日大嶼的市民 有沒有當日 反新界東北 反高鐵 這樣的民意 這樣的民氣 我希望在一月一日可以看到 第二件事 當然是 要施壓向鄭若驊 要他去徹查 要他去提告 UGL梁振英事件 昨天我們就很闖絕 搞了一個遊行 很多人就說 很少人啊 這樣 因為我們很短時間 很短時間去搞 那如果大家都是 覺得這個是 你的心裏面其中一個 想去發聲的 點呢 希望一月一號大家都可以走出來 多謝 工黨 郭永健 大家都知道 2018年 大家都有不少的失望 包括是剛剛的九西補選 我們是選舉失利 但是 一月一號的遊行 應不應該去走呢 走來有沒有用呢 很多時候呢 其實我們未必知道 出來遊行 會有什麼即時的效果 但是我們要問的 是應不應該出來 是可不可以出來 相信不少香港人呢 都認為這個政府呢 是已經非常之難 非常之差勁 所以呢 大家是應該走出來 而大家也是可以走出來 因為我們 仍然有自由 你上街不用怕拉 不用怕被鎖 所以呢 希望大家 記住要出來 特別是呢 政府往往就在這裡 用打擊港獨 用DQ等等的政治的議題 去轉移視線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貧富懸殊 仍然是非常之大 貧窮人口呢 是沒有改善過 但是司長跟你說呢 其實他整個貧窮線 不是你所理解的 貧窮人口 不是好像你看到那麼差 那是一個這樣的謊話 而土地的議題 大家見到 明日戴嶼 說給大家 填海 就是要拿來去建公屋 但是 戈爾夫球場 就一路拖自決 很快呢 大家就知道那份 黃遠輝的工作報告 究竟是賣些什麼 的高藥 究竟是不是收回 粉飲戈爾夫球場 粉飲戈爾夫球場 所以呢 都希望大家 無論是民生也好 政治也好 都必須呢 元旦遊行 一齊出來行 佔中 我們九個不用再說了 OK 總之我想說的一件事就是 今天我們的議會 有幾大的力量 可以頂得住建制派 就是看著我們民間 究竟願不願意站出來 讓建制派知道 我們的議會裏面 不是人丁單薄 在我們的議會外面 我們有千千萬萬的市民 是走出來守護我們的香港 希望大家一定要走出來 在補選裏面 我覺得 除了你說沒有了議席 但是我見到的 就是在補選的期間 我們的泛民 是真真正正的團結一致 我們的議會 是團結一致的時候 我們的民間 願不願意一起走出來 去和我們集成一個 強大的力量 去守護我們的香港 元旦1月1號 一定要遊行 香港未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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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在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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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柴U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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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控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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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啟政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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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選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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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我們記者有沒有問題 還有一位 沒有問題 撤柴UGL 操控梁振英 檢控梁振英 你沒有問題 你不可以 放任你 用你們在這 在這裡 這裡說 有沒有要 可以先 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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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這個位置是嗎?OK Jimmy的聲音很大 大家放心 這樣嗎? 我們啊 OK OK 好,你們OK嗎? 可以說一下今年的主題 最主要是希望香港人站出來 反對些甚麼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在進入公民廣場那裏 冬夜前來的做法是怎樣 還有其實擔不擔心 以往都有一些港獨團體 加入你們的遊行 可能有些混亂 你們又會怎樣處理呢? 好,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今年我們的元旦遊行 即即將舉辦的元旦人的主題是 香港未完蛋 其實是回應著很多人都會覺得 對我們的香港有少許絕望 有少許心灰意難 我們會見到我們的議員是被DQ 我們見到我們的庫房是被 即是逃空 即即將的明日待遇 我們會見到梁振英他的UGL事件 即是政府說不檢控 那就不檢控 沒有辦法在法庭裏面 拿回一個公道 在我們的議會裏面 亦都沒有辦法去守住那個 委員會去繼續撤查這件事件 有很多人會覺得 我們香港未來的路應該怎樣走下去 我們的香港是否已經完蛋 是否已經完蛋 在這裏我很想跟大家講的地方就是 在補選之後 我們會見到我們的泛民是團結一致 我們是很明白到 如果我們不再是團結一致 我們沒有辦法守護我們的香港 當我們的議會準備好 大家團結地去守住這兩年 縱然沒有一個否決權 但是我們都會積極地去 反對政府不公義的做法 我們爭的就是 我們的民間是否願意繼續走出來 再次站出來 用我們的腳步 用我們的聲音去守護我們的香港 讓建制派知道 我們的最大的力量 我們最後的希望 是在民間社會裏面 所以我們很希望我們的市民 能夠願意走出來 而我們關於公民廣場上面 因為其實之前的一個司法覆核裏面 已經證明了 其實公民廣場這樣政府去 就是圍封它 其實是一件不恰當的事 它限制了我們市民 可以選擇這個 就是進入公民廣場示威的時間 我們的方式 那林鄭月娥他們行政處 已經進行上訴 但是我們不認同政府的上訴 因為它是透過上訴 去打壓我們的公民權利 所以民陣我們是會入信 去通知行政處 我們會有一個遊行 就是方便他們在工作上面有一個安排 但是我們不會去填他的申請的表格 去使用公民廣場 剛才再問到就是說 在十一的遊行裏面 有一些港獨人士 他們去舉出他們的示威牌 然後政府是說牌就不准入 但是人可以入 我們認為這個是亂畫紅線的一個事件 跟我們十一的立場是一樣 我們認為沒有政治的聲音應該被審查 民陣不認同港獨 我們很歡迎港獨的人士出來 跟民陣我們為了我們民主派 不認同港獨的人去辯論 看看理據是在哪裏 它是不是一個可行的做法 這個是我們願意去討論 但是如果你連港都不給港的時候 其實它是不會輸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用理據去駁到它 任何的一個理論 任何的一個政見 能夠將它打倒的 就只有理據 而不是透過強權 就是政府現在的做法 只是告訴所有的人 政府很怕人講港獨 因為講一下講一下會成為事實 民陣不認為是這樣 我們認為有足夠的理據去辯論 去給市民去選擇 哪一個是適合香港的路線 哪一個是對香港未來更好的做法 我想問一下不法理通知書的情況 我們入了這個不法理通知書 但是未跟警方開會 我們相信跟警方最大的爭議 都會是在紀利佐治街 究竟它給不給人擺設街閘 我記得到在10月1日遊行 那個紀利佐治街的使用情況 是非常良好 交給民間團體協調去處理 我們期待在今天星期五 會跟警方開會的時候 警方可以用回十一那種做法 交給民間團體去處理 那個人潮和街站的處理 可以告訴我們為何 你沒有做了一個正式的項目 你會用這個例子嗎 等一等 英文我們先進去 中文再進去 我想問那個 你說以前那個申請表格 其實你有沒有看到 他有沒有加了一些新的規限進去 或者他要給你些甚麼 因為往年都是我們 入了信之後 他才會寄一份表過來 要我們填那份表做正式申請 那我們就入信給他 他還未填那份表給我們 如果那份表是有更改的 我們會跟市民說 我們會看到法庭的判決就是 他的限制本身就是不應該 如果他現在還要加新的限制 是更加不應該 那我們是絕對不會接受 我們一定會交給公眾 其實我想補充一件事 就是我希望大家明白 就是為何我們會說 要今次進去公民廣場 而之後我們說要不申請 不入表呢 原因是因為第一 在十月一號的時候 我們是有申請 而最後呢 是會怎樣呢 就是不讓港獨的標語進入 製造混亂 而這件事是事前 沒有跟我們民陣說的 那這個就是 為何我們不去做申請的原因 其中一個 第二件事就是 當法庭都趕了去違憲的時候 當法庭都說了公民廣場 是屬於大家的時候 這件事已經爭辯了四五年時間 為何都不肯讓公民廣場 我們自由進入呢 我們認為 我們應該可以自由地進入去公民廣場 進行集會 遊行示威 而不需要跟行政署去申請 過去我們每一次的遊行都會向警方申請 原因只是因為想配合回 其他的公眾可以安全和平地參與我們的集會 相信我們的遊行集會 而這次我們已經跟警方說了 我們的遊行的需要 或者是我們的情況是怎樣 譬如說幾多人 甚至是我們需要幾條路 甚至是我們由幾點到幾點鐘 我們將所有事已經說了給警方聽 而公民廣場這件事 我們認為我們是不應該向行政署 或者林鄭月娥去通知 而且還有就是 我們發了一信給林鄭月娥 而今天林鄭月娥是說不見我們 即是說根本就不需要溝通的話 那我們都不會再跟她溝通 我們會直接進入公民廣場 還有沒有中文的問題 如果沒有我們就英文 請問我們為什麼 請問我們為什麼 你不斷進入公民廣場 使用 SelectSquare 其實這個公民廣場 沒有發生過 在那個月一,我們就只收到公民廣場 對於政府的公民廣場 我们没有任何公司的公司提供什么是禁止或是让人进入 所以这次我们请了个公司的公司提供了 但是政府没有任何公司提供的公司 所以我们只是继续续续续续续续 我们将公司提供的公司 the end point will be the Civic Plaza, if the government uses the same method to prohibit some of the protesters to get into the Civic Plaza, then we will have some further action We will have the JR to oppose the action of the government